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荣幸 那么我记得好像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在这里讲了 基本上从07年第一次在这里站在这个台上讲话 每隔两年好像就讲一次 其实这样讲是越来越难讲的 因为在座的很多人都听过我讲过 那么每两年讲一次 怎么能够讲的不一样 有一点压力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能够把我对建筑的一些思考和体会 逐渐的讲得更深入一些 因为刚才前面几位先生和女士都谈到 就是我们的建筑的做法是和中国的传统特别有关的 那么这样的话里面其实有一些很中国很深入的东西 其实不太容易讲 那么今天我也想试图讲的比前两次稍微更深入一点 这个题目叫建造一种如自然之道的差异世界 那么这基本上是我过去十几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个判断 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是朝着我所说的这个方向 相反的方向在前进的 那么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 去建造一种非常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那样的一个世界 实际上有一点逆潮流而动的想法 大家现在都对中国感兴趣 因为我们的工作室也都是在中国工作 所以现在对中国的话 大家都有很多的想象 这个和实际上中国的现实之间 往往都是有很大的反差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中国现在到底怎么样的 比如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室所在的城市杭州 这个是一千年前的一张画 描写的是杭州的状态 也就是一座城市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看可能说 哇这完全是一个景观 这哪里是一个城市 但这个就是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城市的位置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杭州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中国的话 杭州是必须要知道的 因为在中国的话 北京是政治的中心 上海是商业的中心 这个广州可能是对外出口的一个中心 但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说 杭州是文化的中心 就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的这种精神和意识 那么你可以在杭州发现 所以杭州 这是为什么杭州会那么重要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杭州的这个状态 我是三十年前 差不多三十年前到这个城市 当时看的是下面这个样子 非常的喜欢 我就决定留下来 我当时也没有想到 三十年后这个城市 就会变成上面那个照片的样子 这个在三十年之间 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这中间一直是有 非常多的争论和争吵的 就到底应该这个城市 要朝哪个方向去 因为杭州是在中国的文化里 这个地位带有一点点神圣的色彩 就是整个的这个城市 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 非常和谐的关系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看着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变化 意味着突破了某些界限 比如说可以在这个 西湖的旁边造高的建筑了 这个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就像在巴黎要造 石中心要造高楼了 类似的感觉 所以这个城市的变化 对中国的变化来说 就是一个检验 实际上这个城市 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完了 基本上传统的建筑 我后来调查了一下 可能整个中国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 我们应该已经拆了 超过90%的传统的建筑 只用了30年的时间 这些建筑存在了2000多年 完了我们用30年的时间 一口气拆掉了超过90% 所以我经常说 如果说在过去30年 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件新闻 是最重大的 我想911都不算最重大的新闻 而是像中国这样一个 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 它决定在30年之内 把自己的遗产 拆掉超过90% 这是要下非常大的决心 它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说 它在这种 这个过去100年的革命里 基本上丧失了 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也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热爱 或者说热爱对自己文化的人 在革命当中基本上都消失了 最后就剩下了这样的一个 只追求经济发展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发生这样的这种事情 否则的话你不可以理解 因为就太疯狂了 因为随着这些建筑的消失 意味着大家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是你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了 所以如果要问说到底中国的发展是朝哪个方向去 我让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 大概中国是想变成美国 大概也是类似这种感觉 决定把自己变成 类似于像美国那样的国家 才会下作这样的举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样子 这个一看你说这是中国吗 这个更像是美国的 某国城市的中心的状态 这是杭州 这个实际上你到真正到城里去 你还可以看到这样子 因为发展的太快了 传统的和新的建筑就堆积在一起 当然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你到现场去看的话 在这个过程里 一方面你会觉得有点痛苦 甚至很愤怒 不理解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建筑会出现非常奇特的变化 新的和旧的都混搭在一起 人的生活的发生剧烈的变化 说的残酷一点 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 你从来没见过 就像是一个城市正在多大手术 完了之后被进行解剖 切了很多块 完了之后你会看到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象 从来没有看过的变化 对你的思想来说 这是非常刺激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杭州 这是杭州 这是香港 这是还是哪里 这是新加坡 实际上 在这个城市的发展当中 它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model 就是有一个模式 中国在过去30年发展里头 借鉴了很多模式 比如日本的模式 美国的模式 新加坡的模式 香港的模式 那么在金融危机之前 最热的模式是迪拜 就是阿拉伯的迪拜 很多的中国的官员 都成群绝对的去迪拜 完了迪拜还做培训班 在那里培训中国的官员 怎么样能够在短时间内 能够把一个城市变得闪闪发光 这个非常的耀眼等等 这是杭州 这个不是香港 现状 这是杭州 你可以看到 城市和乡村直接相遇了 就是发展的太快 他们之间已经没有距离了 直接撞击在一起 就像两列火车 直接撞在一起 但实际上 可以看这张地图 杭州很重要在于 不仅仅因为是我们的工作室 在这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是在过去 一千年里 都是中国城市的一个 最重要的 范式 或者说叫模式 我们称之为叫做 一半湖山一半城 也就是说城市的基本概念是 一半是风景 landscape 一半是城市 是建筑 很清楚的一个结构 整个的一个城市 这是城市的全部的含义 而不是说旁边的这个风景 是城市外面的一个公园 或者是景观 而是说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才是中国的这个 城市的概念 在过去的一千年 因为一千年前 正好杭州是 中国的首都 那个时候 正好是中国在和蒙古人 在进行长期的战争的时候 杭州是中国的首都 在那个时候 树立了这样的一个范形 这个对后面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的故宫 故宫的旁边有一系列的湖 我们叫中南海 那两个加在一起 其实就是从杭州学去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北京在西郊 有一个义和园 整个那个巨大的园林 就是按照杭州的样子 的一个模式搬过去的 你就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 都有一个湖叫西湖 跟这个湖的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广泛的一个范形 那这个城市的变化 也是中国过去 几十年变化的一个典范 你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一直到1950年代 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变化过 就是这么大 一百万人口 一千年前是一百万人口 一千年后 当我三十年前第一次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还是一百万人口 这个城市的整个的范围都没有变化 接下来就发生了刚才那些照片上 大家所看到的变化 这个红线就是刚才地图上的那个 三十年前我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的那个城的范围 三十年前 现在你们看到这张图 整个的这个画面上都是杭州了 就这个城市已经 在三十年之间的一个剧烈的爆炸 像是一个炸弹一样的爆炸开来 发展的范围应该是超过了十倍以上的发展 中国所有的大的城市 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应该有超过一百二十个 都有类似的变化 超过超过十万的这种中小城市 在中国有两千一百个 也是类似的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 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乡村是如何的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修高速公路 完了之后 在去乡村的状态 这是在非常深的山里的乡村 乡村现在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的这种变化不只是在城市中 每一个地方都想变化 所有人都想要新的东西 所以不用有谁去推动 他自己就在变化 这就是中国的状态 那么一个非常矛盾的就是 其实实际上乡村的变化 也很难说他的方向 因为中国的制度 城市和乡村是分开的 我们建筑师是在中国的乡村 是不能工作的 因为这个完全是两个制度 所以在乡村除非是 有政府的投资进去 如果没有只是乡村自己 这些建筑 建筑师是没有资格在乡村工作的 建筑师实际上在中国 只能在城市工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乡村的变化 完全是农民自己在折腾 他们在向城市模仿和学习 但是实际上 传统的中国的乡村不是这样的 因为传统中国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大量的知识阶层 知识分子 是生活在乡村的 所以他整个的建筑的面貌 并不是简单的由农民 发展出来的一个面貌 其实是有大量的知识阶层 参与的其中的一个建设 就可以看到这个乡村 这个农民自己 发明的新建筑 这个新建筑是一个很奇怪的混合 像城市的别墅 然后之后 有点像迪士尼乐园 然后加上农民的自己的那种乐趣和发明 大概是这样 大家其实看了这些照片之后 大家很难想象 中国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感受就很深 因为这个变化是非常迅速的 当我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 中国都不是这样的 中国曾经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中国曾经是一个 遍布失忆的国家 这是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的话 中国是这样的 传统意义上 当我们中国人一想到 中国是什么样的时候 中国是这样 这是中国 这个也是一千多年前的一张画 就中国有大量这样的绘画 这些绘画描写的主题都类似 它不是简单的风景画 它是一个 我称之为一种非常哲学的绘画 它是表达我们叫世界观的绘画 就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 一个基本的印象和意识 它是什么状态的 简单的说 它是一个追寻自然的道理的国家 你可以看到这种状态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头 如果讲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传统上 我们最追求的实际上 就是我们称之为自然 完了我们认为 如果能够用一种方式 真正的去体会自然的话 人是可能创造出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它理解到自然的原则 完了人造的这个系统 可以跟自然非常非常的接近 完了它可以跟自然非常融合的 共存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 而这个想法不是说 你发明出一个办法之后 就大家一直可以用这个办法 因为这个是和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的 所以一代一代的人都要反复的在探讨这个问题 沿着这个道路 反复的探讨 这中间有很多的变化 但基本的精神是不变的 那么这里面一个 当我们今天谈自然的时候 其实非常有意思 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可能说 直接看到自然了 这是这个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喜欢谈自然 但是你怎么能够直接看见自然呢 你真的能够直接面对自然吗 你真的可以直接向自然学习吗 其实这些问题 今天是要重新来提问的 那么在中国传统的这种思想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词 就叫做观想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自然 这个词叫观想 那么这个观想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何能够看见自然本来的那个样子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看见自然本来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观想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实际上人是不能够直接看到的 人看的时候 有一个叫语言的东西 摆在你的前面 你要通过这些东西去看的 完了之后 使得自然不能被你真正的看见 那么真正要看到它 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 那么我用一些 中国传统的绘画来讨论它 因为在中国传统 我们有一个山水绘画的一个传统 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特殊的 在中国其实也很特殊 中国的艺术史 在大概1500年之前 跟欧洲是类似的 比如说从画人啊 大量的历史的故事啊 宗教的故事啊 以人作为主体的描绘啊 在1500年前跟欧洲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1500年的那个时期 中国在剧烈的内战的混乱的时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人的社会不那么有意思的时候 那么人要问一些 关于人如何生存的更基本的问题 那么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是不是能够更多的去向自然来学习 而不是在人和人之间的斗争 而是人去向自然学习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中国的山水绘画 这个绘画从一开始就是带有很强的 哲学讨论的色彩 它不是单纯的艺术 它实际上是用绘画的方式 在做哲学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张画 非常奇特的 因为它的高度就这么高 但它的长度有超过11米的长度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上如果像摆到博物馆里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看的 因为你站得远 因为它太小了 你都看不清楚 当你走近的时候 你就只能看到这张画的局部 你不能够看到整张的绘画 那么这个其实就牵扯到我们所说的观想 就是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想总观的时候 很多细节你看不到 当你看到细节的时候 这个总的东西你看不到 但是人如何能够同时具备这个能力 就是说我看到细节的时候 我脑子里头不忘记那个总的观照 当我看总的观照的时候 我知道那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细节 这个世界是不能够简单的 用简化的方式描绘的 这些细节都不能够丢掉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哲学的态度 这样的话也是类似的 其实这个画也是那种很长的那种绘画 我们可以看到同时期不同的画家 都在画类似这样的绘画 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有一个原则 但是好像又没有原则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变化 但是好像又是在重复的 就是人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自然的那种最基本的了解 那在中国人的这个哲学里 自然这个词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说人如何能够描绘自然 或者说做出某种和自然相关的东西 要看上去非常自然 什么是让什么东西看上去非常自然的 它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应该是很平滑的可以运动 那我们这样看也可以 我经常非常的惊讶 像这些画家 在做这样的绘画的时候 他不是说 那些建筑和这个山啊 树木啊 只是一个很随便的摆放的关系 如果你们有时间仔细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是像建筑师一样准确的工作 每一个建筑到底和山树之间 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摆放的关系 阳光从哪里来 适不适合人在那里居住等等 都有非常详细的考虑 在这种绘画里 所以它更像是建筑师画的画 如果我们今天讲建筑师的工作的话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师的绘画 除了这种水平的绘画之外 我们看垂直的 这是中国绘画的另外一种类型 我们都知道 在中西方的艺术里面 有些东西也有类似的 比如说垂直的东西 就是说崇高 就是这种非常伟大的感觉 纪念碑等等 就类似于这样的意思 那么中国也有这种垂直的绘画 这种绘画的话 简单的说 在中国传统里头和建筑特别有关 这个是每一个大的建筑 或者一个住宅 或者是一个政府的办公室 进到这个 中间的那边走进去之后 那个主要的那个厅里面 正对着 就有这样一张绘画 这张绘画的位置就是在那里的 它是表达的是一个哲学 这张画在那里 像这样的画都是这样 很大 这么宽 可能高于三四米高 一张大的绘画 摆在正中间 这样的绘画 那这种绘画在表达什么呢 它是对自然的一个描绘 它是一张写生吗 你如果到自然去看的话 你永远也看不见 这样的一个地方的 这样一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你的经验里头 你好像见过这样的地方 实际上 我经常简单地说 我说就像是你去看这样一座山 大概你用了三天的时间把它看完 里面有很多的地方 回来之后 你的所有的经验 如果仍然需要用一张 直接用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来表达的话 它就会画成这样的一张绘画 这张绘画记录了你过去三天 在这座山里面的经验 不同的地点 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发生的 但是它有意思的是 它仍然需要用一张二维平面的绘画 直接要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经常看这种画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对建筑师来说太重要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story 我们怎么样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游历一个地方 花了三天 我们看了很多 最后我要用 仍然要把这件事情 直接地表达出来 能够用绘画表达出来 就意味着它能够用建筑表达出来 我们仔细地再看一下这张画 那么这种绘画 它一定和某种兴趣有关 就是我们说这种观想 观想实际上一定和漫游有关 就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都有这个习惯 就是在山水之间 没有太明确的目的 就是游山玩水 逛来逛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典型的 我们看到那个地方 有一个教授 后面跟着一个 他的这个助手 assistant 他们正在山里头游玩 可以看到那个教授 那是一个中国的教授 古代的 后面是他的助手 助手一定手上捧着一个箱子 里面都是书嘛 他要一边玩的时候 找到地方歇下来 要拿出书来再看一会儿 然后再在山里头再玩 几乎每一个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都有这样的爱好 那么他们在想什么呢 我们再看刚才这张画 我画了一根红线 很有意思 上面这一半 我们知道上面这一半 就是他想的 也就是说这张画 简单的说 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场景 有房子 房子里面有一个教授 他正在那里想 他想什么呢 他想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风景 上面这是一个哲学的风景 是在他脑子里正在想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两件事情 是可以在同样的一个画面 在同一个时间里头 同时发生的 这个有意思 这就是经常我说 我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一个建筑 上面一半大家一看是哲学的 下面一半是生活的 这两件事情 可以在建筑上面直接的被表达出来 这了不起 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超越了 简单的在讨论 现代和传统的那个界限 这时候 现代和传统的区别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意思 这些事情更有意思 比如这张画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是分成上下的两段 上面那一段是很奇怪的一个山 下面也是个房子 房子里面有人 那么他在想什么 我们说 他不仅仅是在想上面那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下面这部分的描绘 你可以说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把这个东西画得如此的精细 其实这个也是指 我们说的观想的那个内容 就是他不仅能够想到上面 行而上学的 哲学的抽象的那一块 下面的 跟自己的生活很有关系的 比如说花啊 树啊 你可以看到那个竹子编织的 那个篱笆的那个画法 跟建筑师画的一样的精细 我们看到这张图 就可以直接拿来去造一个围墙了 非常精细的描绘 这些东西在中国的绘画里头 都不只是表示写实 而是指着他 当他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时候 他对什么东西会特别的关注 就是我刚才说的 跟那个长长的那张画 一样的意思 就是我看到大的同时 我不会忘记那个小的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在画这些竹篱笆的时候 我不会忘记 上面还有一个行而上学的 很高的一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永远是同时想到的 不会把它分开 实际上是同时做到的 那么这里面 有没有关于这个时间的 一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有的 比如说看这张画 这张画也类似刚才那样的话 也是一千年前的一个大师的话 我把它翻成左边和右边 我记得这张画 我大概上一次在这边是讲过的 这次我们可以再讲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左边的话是画的是深山里 深山里 或者说我们说乡村啊 深山这种 那么这是他的左边 有意思的话 你如果仔细去看 这个深山并不是那个 不能住人的深山 尽管这个山很高 这个非常的危险 但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桥梁 有精细的交通的这种系统 说明他是可以住人的 这边这一半 是我们一般说的城市所在的 比较平缓的地方 那么有意思的是 他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中国人的观念就是 这种地方深山里 从时间上来说 它意味着就是我们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从这里来 它就是我们的过去 但是中国人从来不认为 城市是一个需要可以长久待的地方 只是为了 只是为了 比如说去当官啊 去挣钱啊 才去的 临时去的 最后要回到自然中去 所以我们说 城市是代表现在的 它既不代表过去 也不代表未来 它只代表现在 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那么如果说 这个是非常有失忆的 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 那么在中国的过去啊 就是一百年当中 当然我们这个变得虚弱之后 受了很多欺负 感觉全世界都在欺负我们 然后之后我们就努力奋斗 想让自己变得强大 做了一百年的革命 那么革命之后 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 那么这些失忆还在吗 还存在吗 那么碰到了很多新的问题 那么 类似于像这样的问题 在中国都是有非常激烈的讨论的 但是 真正要做的时候 一般来说建筑师都认为 这些事情太困难 讨论是有讨论的 但是真正在做的时候 很少有人真正严肃的去面对它 那么我接下来 想讲一下 主要是通过我自己的工作 来讲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那么我称之为叫 循环建造的诗意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些东西 简单的说就是 做哲学的讨论的同时 不要忘记那个 编篱笆的工作 做那个竹篱笆的工作 就这样两件事情 非常失忆的 或者哲学的思考 和具体的工匠一样的那种 工作的这种技术 这两件事情 如何能够合在一起来工作 这是我主要关注的 我们工作的基础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废墟 到处碰到的都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想 就东西就被拆除了 就被拆掉了 非常快的这种 拆除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这种 废墟状态的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 到处可以看到 可能今天看到 明年就不见了 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做法 其实非常有意思 那么当然我在观察的时候 有我自己的观察的方法 我不会简单的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很破了 觉得很可惜 当然是很可惜 但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发现 哦 这里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土和这种砖头 居然可以混合 有意思 接着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残破的这种状态 本身就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它是一个 在时间变化当中 非常真实的东西 它也是一个非常 有 这个时期非常有艺术 感觉的那样的一个现象 而我不会去简单的说 还原它 说想像 把这堵墙修好之后 就很好了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那么 只是这样的一种 我经常会反反复复地 来去看它 去思考它 来去体会它的那种意思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种废墟里面 给学生上课 我们经常上这种现场课 尤其是哪个地方要拆房 正在拆房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现场课搬到 正在拆房子的这个地方去 在这里面可以学到大量的东西 就像我们说的 就像是在医院里头 一个病人 被医生做手术 开刀解剖 这时候你就去看 但是碰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能做什么呢 实际上在 1990年代初的时候 我面对这种状况 有点绝望 就觉得这种潮流无法抵挡 那么在中国传统上 知识分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有一种选择 我们称之为叫做隐居 就回到山里去 既然这个时代 这么样不可理喻 不可理解的 那我不跟他玩了 我自己找自己的这种生活 所以在西湖的边上 我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做任何建筑的工作 我就在山里面游山玩水 我玩了五年 但是后来觉得 还是需要做点什么 因为实在是看不过去 这样的状况 我还是做不到说 像中国古代的隐士一样 我彻底不跟你玩了 我就消失了 不见了 我自己跟自己玩 不跟这个时代玩了 所以后来我又 出来去上海的同济大学 去读了一个博士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再回到 那个政治工作的体制里头 去工作 主要不是为了读这个博士 而是为了能够工作 那么到底我们能做什么 我觉得 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其实中国的 这个传统 尤其是那种和自然有关的 如此有哲学色彩的讨论 它不仅仅是传统 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它是比 今天中国的那种发展的方向 更有意思的 或者说更加 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们需要从那当中去学习 那么在这种学习当中 我觉得它是有可能 找到一些方式 来解决 现在中国的城市的这种 快速发展 好像和乡土建筑 无法共存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是可以 找到一些方式的 我们再看一张 这是一千年前的话 一千年前 我们当时说中国 我们就说中国 这样一个词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种图景 中国人的脑子里头说 中国画就是这样一张 这就是中国 感觉是这样的 那么这种感觉还有吗 这是我们这两年 去我们浙江的乡下 调查的时候拍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跟那个画就很像 这是能给我们 还给我们以信心的 就是一千年前的那个感觉 现在在中国 还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如果说 它可以被看到 就意味着我们 还有可能做什么 我们大概知道 还能做什么 这很重要 对不对 这是我带着我的学生 经常去做的工作 就是去乡下 做这种调查 我们做很大量的调查 大概现在就这几年 我们做了超过 两百个乡村的调查 在这里面学到大量的东西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讨论 你可以看到 中国说中国几千年传统 确实不是虚的 不是虚构的 你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 这个几千年的传统 它留下来的东西 在乡村之中 基础随处可见 我们就说 在中国如果当一个建筑师 实际上是非常幸福的 你可以看到 至少是两千年前到现在 整个的时间线索当中 发生过的东西 实际上都可以看到 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去思考建筑的话 做一个建筑师有多么的幸福 你可以看到 真正的历史 是还在存在着的 中间是连续的东西 不是说中间有缺失 不是的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些建筑 实际上都是被人做出来的 中国没有建筑师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一向是 我称之为叫 Scholar加工匠 就学者加工匠的一个传统 当这些学者们都被革命给消灭之后 我们就只剩下工匠 可以讨论了 中国过去一百年 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 就是基本上消灭了所有的学者 那学者被消灭了 还剩下什么呢 就是工匠 那么像我今天 像我这样的年轻的学者 我们重新有兴趣 去跟工匠一起来讨论 那么只有这个活生生的方式 是有可能 我觉得使得中国的传统 重新被连接起来 它从一些非常朴素的事情开始 中国的传统 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那么丰富的东西 是从如此简单的方式开始的 一个工匠 拿着一块砖头 拿着一根竹竿 这根竹竿实际上是一把尺子 它就可以开始建造建筑了 那么我们做很多的调查 比如这是关于 一个木结构的一个调查 我们花了三个月 每一个礼拜 我们去做记录 这是在杭州的街边上 正在做的一个木结构的建筑 我们去看传统的工匠 是怎么做的 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他们用什么工具 他们用什么样的尺子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这种很奇怪的 在竹子上画的尺子 这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看他用这个尺子 在量木头 我们发现他 逐渐地在组装这个构建 每一根材料上都有文字 他们在干嘛 那么实际上 这个房子最后 真正建起来的时候 只用了一个礼拜 就建成了 他真正前面的工作 都在做这个 我只是说一下 大家就可以理解 他的这些工作 主要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传统的建筑 是有非常清楚的规则的 但是因为他用的是自然的材料 自然的材料是不规则的 他如何能够用一套体系 在规则和不规则的自然材料之间 能够建立起联系 使得不规则的自然材料 仍然能够被快速地建造 这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要的工作 这些尺子 每一根尺子 对应着一根材料 这一个房子有200多根构建 最后会画出200多根尺子 拿着这个尺子去加工构建 最后会准确无误地 建造起一个木结构的建筑 非常的快 而实际上 他理论上这根料是直的 真正碰到的这根料 可能是这样的 他的东西并不在真正 所有的东西不在真正的 像建筑画图的那个轴线上 材料形状是在变化的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哲学里头 特别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如何在这个 很清楚的哲学的 或者说科学的规则 和不规则的自然材料之间 找到一套办法 使得这两个东西 能够被结合起来 而这样的东西 居然普通的 这个木匠 认的字都不很多 半文盲 他都能够掌握这套办法 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而今天我们的建筑学校 反而不懂这个 我们教不了这个东西 这时候我才发现 什么意思 什么叫传统 传统不只是 我们熟悉的过去的东西 因为我们很有感情 我们没有办法丢掉它 不是的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 思想上的交流 所以我们做的一个 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希望改变建筑师自己 因为我发现 不是说你用一个 学术的态度 学者的态度 去跟工匠讨论就够的 这里面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是 现在的建筑师 在这方面 严重的缺乏能力 我们在学院里头 没有人教我们这些东西 那么怎么样改变 那么没有办法 那就是我自己改变自己 因为我的老师 没有教会我 那我只能自己改变自己 所以我特别喜欢 和工匠一起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穿白衣服的 这是个工匠 他已经跟我在杭州 合作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我的工作室的 我和我的助手 包括我的太太 我们都是半个工匠 我们都可以上架子工作的 完了和工匠一起 比如这是我们在 威尼斯2006年做的 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以 不可能 说你们总共这么一点时间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你们有5000根竹子 你们有6万片瓦片 你们6个建筑师和3个工人 要在半个月里头 把它建造起来 800个平方米的一个 几乎是一座建筑 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总用了13天 就把它做到了 这个是我们 我称之为叫自我教育 自我改变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就不是说 我们只在理论上去探讨 我比较喜欢 理论上探讨的同时 一定要动手去做的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这里面有大量的 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判断 比如说这种做完了之后 剩下一堆材料 边上这个侧边的做法 是我临时加上去的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直接面对着这些材料的时候 你才会意识到 这些东西应该怎么用 而不是说你在图纸上画 那是做不到的 只能做到一点点 真正是一定要在现场 所以这种现场的这种经验 实际上是 恐怕也只有到现场交流的时候 才真正可以互相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过去的 这个时间里头 我们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 就是反复的做一些探索性的试验 然后从一些小建筑开始 最后逐渐的做到大的建筑 因为我基本的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是只是一个 像艺术家一样的建筑师 我做一两个小的作品 大家都觉得不错 我就满意了 我真正想要做的是 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真正影响到 比如说一座城市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能够 不是只是产生了一两个作品 而是对这个时期的 整个的建筑的发展 能够产生影响 这就需要做到 足够的大的数量 足够大的规模 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个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你用 像我这两年用的回收的 传统的材料 和现代材料的这种结合 这个结合 如果不能够在足够大型的 公共工程上面 实施的话 大家不可以理解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做的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真正看到说 确实是可以这样做的 而且这么好 感觉这么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当然这里面 有很多东西就是试验 比如这个无散房 就是我做的这个 大尺度建造前的小试验 在宁波做的 比如我们去做乡间的调查 其实这种材料的做法 在宁波是有的 这次的这个 演讲的这个邀请卡上 用的那张照片 上面那种砖头的 砌柱的办法 实际上是这个地区 传统上就有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做大量的 小的这种试验 一比一的材料的试验 把它用在建筑上 那么这种做法的话 很有意思 传统的工匠 你让他去做传统的建筑 他会做 一旦做到这个新建筑的时候 他就突然不会做 因为整个 这里面有一个体系的问题 从哪里先开始做 往到哪里结束 整个的做法一变了之后 他就不会做了 那么就需要我们 重新和工匠 在现场进行讨论 比如像混凝土的这个体系 怎么样和这种 回收的碎砖碎瓦的这个体系 能够合在一起 能够满足建造的法律 等等等等的问题 那这个是室内和室外 这是一个小的gallery 一个小的画廊 像这个也是 钢和土的一个结合 那么除了这种 我们自己经验的积累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是 每一个建筑师都会面对到 甲方和业主 就包括面对公众 怎么样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 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 其实这些试验 这时候就发挥很大的作用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其实我想做的这种东西 中国几乎都是不可能做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乌托邦 那么 我想我们首先做到的就是 让大家理解到 乌托邦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这就是其中的第一步 这个是我们 中国美术学院的 这个象山校园 那个 我教书的这个建筑学校 就在这个美术学院里 那么 我们在02年到07年 做了这个校园 他在这个杭州的南边的这个山里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西湖 在上面很像 这就是那个West Lake West Lake 我们在这里 半个小时 从那个西湖过来半个小时 坐汽车的话 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山 50米高度 周围都是稻田 很普通的一个地方 我做这个的时候 我就主要在想的一个问题是 怎么样能够 现代的这种大的公共建筑的 这种做法 能够实现 跟我们在传统看到的 就中国的这个建筑 和这个山水风景之间 那么好的融合的关系 比如像这样一张图 是大概200年前的一张图 我就像在研究这种图纸 我说这种图纸的表达 非常的有意思 它怎么样去讨论 它和这个周围的这种山水 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你在这里面甚至找不到 哪个地方是特别重要的地方 就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分散的体系 完了之后 它才可能和这个山水之间 产生这种对应的关系 这是比如说我们浙江 我们一个老的村 它和一个山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现在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在中国传统上 都不是村子了 在欧洲的话 这种规模基本上就是一个城市 都有比如说有5000人口 一万人口 这是我为校园画的这张图 我把它和中国传统的这种绘画来比较 因为这个绘画的话也可以看到 这个左边这张是在很远的距离 远处看这个村落的状态 右边这张是在这个山里面 真正的尺度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那么关于这种水流空气等等 关于这种总体细节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种绘画到建筑 很多细碎的这种思考 就我刚才说的大的想法之中 是包含了很多这种小的细节的 所以这个总平面最后 我记得这个校园建成之后 中国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建筑师 就跟我说 他说你的建筑很奇怪 他说我看你的那个总平面图 他说是很难看的 他觉得很古怪的 太难看了 但是他到现场去看我的建筑的时候 他说到现场一看就觉得 好像全都是对的 这样摆的都是对的 那么这很重要就是说 因为你画的时候讨论的是 这个建筑和你现场看到的 那个山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而不只是建筑自己之间的 某种几何学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关系 所以它最后会形成很奇怪的 一样的一个总平面图 这种感觉就像我看到 这样的一个台阶一样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思考的实际上是 我们现代的这种做法和传统的做法 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被结合 这是一个杭州的园林里面的 一个传统的石头桥 被工匠用水泥修了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水泥修了这个桥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感觉特别有意思 也就是说这两件事情 是有可能摆在一起的 而不只是说把这个石头桥 一定要修到古代的样去 才是对的 那么好像我这个时间讲的有点问题 我们接下来加快一点 这个校园里头你可以看到 关于这种建筑和自然之间的 这种关系的控制 正面和反面 主要的探讨的问题其实都是 比如这个建筑 完了它和这个自然之间的那种对应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上面那种飞翔的走廊 我们站到走廊的时候 反过来看这种山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建筑师 说的那句话 我到现在为止 我每次讲的时候拿出来 我都觉得他说的特别好 他就看这个小山 他说这个小山那么普通 但是现在感觉这个山特别的好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你说这个山什么时候出现 我当时一下子回答不出来 接下来他说 他说是你的建筑建成之后 这座山才出现 说的特别有哲学的意味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这个普通的山跟建筑整个一配合之后 它突然就变得 有一种特别的那种感觉出来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山了 实际上是建筑和自然 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学院 我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办公 这就是我们建筑学院的院子 就刚才我说的这种不同的尺度 就是这种总体控制和细节 这种尺度控制 实际上是现代的这种建筑里面 在对中国建筑师来说 经常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做新建筑的时候 去继承传统不仅仅是材料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建筑学的问题 比如说传统的中国的建筑 一般来说都 传统的中国的建筑 一般来说都有很多的细节 而且都特别的小 一旦转成大的建筑之后 很多建筑师就束手无策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刚才放这几张绘画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做的美术学院的校园 我把这个照片 从今做了一个拼接 大家来体会一下 就是在我的脑子里面 整个的这个建筑的这种控制 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意识 在控制的 它不是简单的 像我们所说的那种 一般建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是这种里面外面 那么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尺度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跟 刚才我说的传统的 这个中国的绘画的那个方法 是类似的 否则的话你很难想象 画一个一千公里范围的一个山 用一张画来表达 这件事情怎么表达呢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些 有一系列的特殊的方法 那么就像我们准备 在一座城市的尺度上来讨论 比如说景观的问题 风景的问题 怎么来控制呢 它其实是有某种方法去可以控制的 那么我刚 我放这一堆图片 也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一点 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 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考的方法 来控制的 那么当然里面还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技术 生态的问题 那么 用这些传统的材料 它不仅仅因为它是传统的 其实我们也是在讨论一种 既很自然 同时又能够比如说 在这个夏天很冷 冬天很热的地方 如何来控制建筑的温度 当然这个 这种工程里面 最后想想也很壮观 比如像山校园的话 往回收的旧砖网 就超过700万片的材料 那么 同时我们实际上 有很多的教育的工作 在这里发生 其实和我们的建筑的探索 是类似的 这就是我们建筑学校 用类似的意识 我们来进行教学 那么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宁波博物馆 这个工程的一个特点是 多了我不想讲 大家其实对这个建筑 已经很了解了 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大家一直认为 我想的这些东西 更像是一些乌韬邦的想法 它只能在一个校园之内发生 真正进入社会 大家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实际上 像这样的一个 由政府投资的 三万平方米的大型博物馆 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做 在中国是很罕见的 所以我经常拿这个东西 拿这个项目出来 作为证明 就是说 乌韬邦是可以 不仅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是可以进入社会的 最让我高兴的是 当地的居民 特别的喜欢这座建筑 因为当这个地区 所有的传统建筑 已经被完全拆除之后 唯一能够找到 他们的回忆的 就是这座建筑 他们到这个美术馆里 来寻找他们的回忆 那么这些年 我其实还做了其他的工作 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杭州的这个中山路的 这个保护和更新的这个工作 因为这类的工作 以前我也没有接触过 因为我知道它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这个是送在一千年前的地图 你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这条路 就是中山路 这是当年皇帝走的 所以它特别的重要 即使对今天来说也很重要 这条路大概是在这个中轴线上 就是这条路 就是这条中轴线的路 有六公里长 这个是 也就五十年前杭州的样子 当然现在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中山路 当我们要去做它的时候 这条路实际上已经非常的荒废了 整个城市的重心都移到了西湖边上 已经非常破了 就按照这个政府官员 跟我在说的时候 他们在底下悄悄地说 他说王老师 你这个到底怎么做呢 我们觉得这条街 基本上就是一堆破烂 真是这个 大家都很关注它 但是 真的叫是 拆了大家肯定不同意 不拆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如何做 那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试一下的是 因为我们对这个文化 有一个真正比较深入的 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 当然 我一般做的时候 我都会跟我的业主 比如这次的业主是政府 我们这边会有讨论 那么 如果达成共识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 比如这个我就提了几个条件 我说第一个 我说 先要做调研 不能像一般的工程一样 委托了之后 给一个很短的时间 我说这样的工程 要想真正要想做好的 必须要调研 实际上这个工程 在做之前 政府已经委托不同的学校 和设计设计院 做了六年的设计工作 各种工作都做过了 他们之所以找到我做 是因为他们仍然觉得 这些设计 他们觉得有问题 在准备开工之前 他们找到我 完了我就 在一个小的会议上 发表了一点意见 我没有想到 一个礼拜之后 他们就来找我 说决定把前面的全部推翻 找你重新做 那么我就提出来 我说时间再紧张 我仍然首先需要半年 进行调研 我要了解 这个街区里面 所有的细节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不能够开始设计 第二 一般中国的政府 为了做得快 都会把居民 用强制的办法进行拆迁 拆到郊区去 我说这个工程 如果要做强制拆迁的话 我就拒绝做 不可以 第三 把老的建筑拆掉 按老的样子 重新做一个假的老建筑 我们叫假古董 我说这样的事情 我是坚决不干的 我没有兴趣 第四 为了快点出效果 一般中国的政府会 把街上的立面修掉 里面不管 我说这个我也不干 我说要修的话 不仅立面要修 里面也要做 必须要做出深度来 那第四呢 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传统 实际上传统 我一直认为 所谓的传统是指着 他一定要让他活着 就他自己在生活当中 正常的还朝前发展 你既然正常的发展的话 他就一定应该有新建筑出现 如果在历史街区里头 没有新建筑的话 就意味着他很快就会死掉的 他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死的东西 所以他应该有新建筑 在历史街区里出现 那比如在这条街上 很特殊的就是 其实城市的规划局 原来就想对街道进行拓宽 所以很多地方都拓到24米宽度了 那么有地方是12米 有地方是24米 那么我就提出来 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新的小的建筑 把整个街道全部恢复到 12米的那个宽度 适合于人的步行 那么最后一条呢 就是说 尽管这个工程很大 有6公里 但是要想做得好 在政府给的两年时间内 我觉得我的工作室 能够做1公里就不错了 我不会因为这是个很大的工程 就说 好 6公里我都做 那我是做不好的 所以我说我只做1公里 作为一个示范 其他的由其他人来做 即使在这1公里的范围之内 其实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几个学校的一些年轻的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建筑学院的老师在内 总共大概有30个老师组成的一个团队 我们把这个地做了详细的切分 来不同的负责 那么我呢为了控制总国的效果 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内 我也很担心啊 这个最后会失去控制 所以中间的这个区域 是由我的工作室来负责的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施工是什么样的啊 就大概是这种状态 老的建筑不能拆 但实际上我后来发现 当地的居民都想拆 因为拆了之后呢 他们政府会给他们赔偿 政府也想拆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保护要比拆除那个更费钱 拆了便宜 保护更贵 那么像这种就是 头天这个房子还在 第二天去现场 就发现全部不见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们说因为这个新的建筑 和老的建筑的基础之间的距离太近 为了施工方便 他们就把它给拆了 所以这种经常你会在现场会有这种很 我称之为道斗争了 跟他们斗智斗勇的这种斗争的过程 好了当地的居民也很关心 他们会每天来在这个工地上转 哪个地方觉得不满意 他们就会投诉 就是不停地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去投诉 一直投诉 不仅投诉到我们的市里 一直投诉到我们浙江省的省里 政府那里去投诉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一些全新的做法 在中国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乱哄哄的 看上去很混乱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做一些非常新的东西出来 大家还没明白 这件事情就已经做完了 就做出来了 这也是中国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这条街 这个是上海的 同济大学的一个老师做的 这块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学校的一个年轻老师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这个是东南大学的一个老师 中间这块是我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这条街道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它变成了一个半 半花园式的一个街道 就它不只是一条街道 它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其实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市民的反应到底如何 我们的市长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在这个开放的头一天 他还碰到我说 他说我们两个人反正要成功一起成功 要失败一起失败 因为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是 比如说这条街道上你做了这个水 很多人都反对 然后说这条街道上又做了新建筑 很多人都反对 那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街道开放之后 一个礼拜之内来参观的市民 就超过了一百万 这条原来一点生气都没有 就会被大家忘记的街道 从此就变得很热闹了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人在那里 她真的 这个老太太 这是我觉得是我衡量 我作品是不是做好的一个标准 就做完之后 她能够站在她的门口 这么灿烂的在笑 她没有被强制拆迁 拆到郊区 她还住在这里 面对着我设计的那个花园 所以这里不只是一个材料的问题 我觉得 它还包括时间 回忆 等等我们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杭州 一千年前的样子 那么这是我今天新做的 实际上 当真正谈传统的时候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大家在谈什么 比如我做这个东西 我们的市长每一次都满腹狐疑地问我 说这到底是什么呢 你做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你看一下宋代的绘画 上面不是就有这样的石头吗 就像我们刚才看的 你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石头在西湖边上有吗 其实它是没有的 它是一个在西湖边去想象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两者的结合 所以它不是简单的 传统是指的 那个固定的一些东西 真正做出这样的东西之后 他们反而很难理解 在这种大的控制当中 我会对一些小的细节 会特别的在乎的 比如像这样一个小建筑 那么我做了一个很特殊的结构的 尝试的一个小的建筑 在这个工程里 这个相当对我来说 就相当于是一个细节 这个技术实际上在中国 几乎是已经失传了 我们在这个现场 在六个工匠团队失败之后 第七个工匠团队成功的 又把这个技术给做出来了 这个是一千年当中 一直存在的一个技术 现在几乎失传 没有木匠会做的 工人们只用了 三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小博物馆的建造 速度非常的快 质量还相当的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中国的这个工匠和哲学的结合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果 当这个学者们忘记了 这些哲学的时候 工匠们在他们的这个意识当中 他们还会 教授们不会了 工匠们还会 我觉得这特别的有意思 当然现代人也很喜欢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室 我们年轻的助手 这所有的改变都是在十几年前 从我第一次开始亲手 夯土的时候开始的 我的基本的工作方式 每天我会用毛笔写字 用铅笔画图 我们追求的方向 在我脑子里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样的 我对建筑的基本的理解 我觉得我做的建筑是新建筑 但是你会觉得 有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里面的那种新建筑 而不是说 只是简单的是新的建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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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